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三天全部涨停 那这一档呢 还在续报 那这一档是上礼拜我跟大家谈什么 上礼拜连续跌五天 我说我看到什么 看到金条 看到红包 大盘月线是向上的 台湾GDP是成长的 所以既然GDP基本面成长 大盘拉回连跌五天 就是买进嘛 大盘月线红包股你要赚啊 这一百年就要去五天啊 收到了没有 会员收到了 续报过年 上礼拜连续跌多少 一二三四五 连续五黑对不对 这礼拜一二三四五 有没有赚到钱 我说我在操盘啊 不是在解盘 这礼拜最强势的股票 而且又是热门股 就这一档啊 涨幅第一名嘛 有些老师会来解这一档 对不对 那个叫解盘嘛 你要出手 这里有买 才叫操盘啊 要那多少钱 四贤嘛 那我有没有事先讲 MACD 转正哦 对不对 这个颈线嘛 我说它如果一突破 就会有波段啊 同样的时间 7月到现在 一百三十四是在这里 一百三十六 它现在是创新高 那你对照一下嘛 是不是拉回刚刚好 那我又不会变魔术 是不是马上赚 立即赚嘛 红包啊 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嘛 那如果没有收到呢 春节以后一样 大盘趋势向上嘛 这应该是结束了 但是呢 只要节目还看到 就在演艺天嘛 春节以后呢 我们现在持股五成累累 春节以后低买 那我希望你跟上脚步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目前月线在这里 这几天都维持在月线之上 那季线在这里嘛 那我们这里稍微拉近一下 那这个礼拜的第一点是多少 15089嘛 那这个是16238 1600能不能过去 我们先看支撑嘛 多头市场支撑最重要 对不对 15089 那季线目前在这里啊 14705嘛 那春节以后会继续往上走 然后呢 在15089这里 就是形成一个双重支撑 重点是这一个位置嘛 那往上会不会突破 我说多头市场看支撑比较重要 量出来就会突破嘛 我们再把它拉远 这个量目前不太够 量出来春节后 它就会突破 那不管有没有突破 就算在这里一路整理 整理一个月整理两个月 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选股嘛 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 找足底成长股 因为不是所有股票 这三个月都大涨嘛 它足底六个月啊半年啊 半年前大盘市涨翻天 它没去嘛 所以专注在个股啊 那这一个头肩底架构 法人在这里布局嘛 那我说要涨了 要涨了对不对 红包你一定要赚嘛 但是你要用心 红包不容易赚 那另外你要注意什么 开红盘这一天 它是二月台子结算哦 那包括这中间一个礼拜 所以开红盘那一天 可能震荡会比较厉害 但是呢 震荡越大越好嘛 是最后洗盘 就跟上礼拜这里压回 最后洗盘一样嘛 那你没有压回 没有恐慌 那你怎么赚到三支涨停 因为上礼拜压回 大家恐慌嘛 所以最后洗盘成功 对不对 那我标题怎么写 我只低买 我不会追价 我只会想尽办法 让会员坐轿 那谁来抬轿 法人来抬轿嘛 这是法人对不对 这上礼拜连续拉回嘛 那这一次还在整理 那你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礼拜时间可以买 那会员进货的成本多少 跟法人是一样的嘛 那接下来呢 涨停 法人就大买啊 那连续三支涨停嘛 所以是法人拉台嘛 那会员在这里坐轿嘛 那成本跟法人一样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嘛 这个礼拜五天 有没有事成 这里平均成本大概多少 105嘛 那今天收盘 148.5啊 148.5啊 那不管春节以后 他有没有继续 所以我继续继续报 对不对 那不管怎么样 这四成 先落袋嘛 那麦西一四转正 这里105嘛 今天148.5啊 在一个多头市场 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 不要怕跌 因为每次一跌呢 很多股票 他就最后起盘嘛 试上去了 那你这两个礼拜来找我的 能不能赚 我说一定要赚 对不对 专注当下嘛 不要看到大盘 涨三个月 有的股票在足底嘛 我一直念这九个字 支撑买 不追价 轻松赚 对不对 因为他在轮涨 支撑买 不追价 轻松赚 那祝大家赚大钱嘛 那你有没有赚 那这九个字呢 春节以后 一样适用嘛 因为他一直在轮涨 一直在轮流去嘛 那春节以后 如果拉回 拉回更好啊 那恐慌的时候 最容易洗盘啊 就跟这里一样嘛 大盘没去啊 这是一个底部 我说解盘的人很容易解 因为很标准的头肩底架构啊 很标准耶 是不是很标准 那刚好这里转墙 上去呢 都带亮 对不对 相当的标准嘛 要操盘才有用嘛 你解盘 解得很漂亮啊 太多老师会解盘 但是操盘老师不多 你要真正赚到嘛 红包 收到勤来 对不对 收到了 这五天连续涨嘛 那我上礼拜 原本提前告知 序报过年啊 那这礼拜一涨 这样也没有事成 那错过了这一档呢 再找下一档 因为支撑 足底 找头肩底的股票 方向向上的股票 我只会 带会员低买 像标题上手写的 我绝对不会带会员坐驾 那这样一坐驾的话呢 是三支掌停 标准的头肩底架构 但是我是操盘 在这里买 我不是来解盘 他为什么往上走 那为什么划人买这么多 那会不会继续涨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四成 我已经先赚起来嘛 那春节以后呢 下一档股票呢 一样找一些股票呢 第一档去布局 那我已经做好布局的位置了 那我们现在现金五成 那我希望呢 操作不顺利的 可以趁这个机会 办好手续 春节后我带你进场布局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 超三线0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事故转线0227525868 27525868 全球部吴老师 扭转乾坤 红包大放送 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 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 超三线0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这个春节大概休假大概是一个礼拜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有一些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国际股市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休假期间看到 那关键的位置你稍微超一下 这道琼 道琼的支撑在哪里 29856 它高点31272 那如果往上突破 台股春节扣 它就会跳空往上走 那你最绝对是记住这个支撑 那NASDAQ也一样 它支撑在大概13000 那另外你要注意亚洲股市的 韩国股市 那为什么要注意韩国 因为韩国它走势跟台湾差不多 那韩国也是半导体为主的 那最重要是韩国它没有过年 过年是中国人的习俗 那所以春节这个时候 美国股市在有涨跌 对不对 韩国会跟进 那你要去注意 你要注意韩国股市 那我们看一下韩国 韩国一样低点2947 高点3266 台湾大概开盘以后 它会跟韩国股市几乎是同步的 那你注意一下 特别是韩国股市 那美国股市 注意一下 那基本上应该在这里 它会盘整 那季线会往上走 所以15089台股这里支撑没有问题 春节以后如果量没有出来 它就在这里做盘整 那季线会形成另外一个支撑 一样专注在各股 那红包股呢 如果你没有赚到 那下一档 你要去注意嘛 大盘在这里拉回 这五天 该赚的股票 该涨的股票 它一样涨嘛 这个叫轮涨 对不对 我说专注足底股 低买 我不会带会员追价 我只负责低买 足底向上的股票 尤其是W底或头肩底 向上的股票 你才有奏教嘛 奏教你才能赚到波段嘛 那你像这五天 它连涨五天嘛 那高端呢 四成喔 那错过了 你要去注意 那我们回顾一下今年 那我们回顾一年 今年三月在哪里 8523嘛 占给你高点多少 16238 这里涨多少 涨了190% 差一点点涨一倍 人在贪几 你有贪吗 如果你还在空手 大家财户在增加了嘛 几乎增加一倍了 你等于相对了 财户收水啊 你有没有赚钱 那如果没有赚 那这个地方呢 微不危险 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嘛 微不危险有两个 第一个呢 你选股的问题 那你要找最近 没有涨的 在足底的股票嘛 因为它是轮涨 成长股低买 对不对 那第一个你要抓到主流嘛 那什么是主流 先报纸头条啊 车用晶片 包括车用晶片嘛 大缺货啊 车用晶片 这算低阶咯 要价价 要涨价嘛 他也会涨价啊 所以主流在哪里 跟台基地相关的族群嘛 那这些股票呢 那这些股票呢 他也是轮涨 那有一些在低档 你轰低去买进嘛 那你抓到主流 我再用另外一个角度 给大家看一下 大盘在今年 涨几乎接近一倍嘛 那你看台基电 才从235到679 这里涨幅呢 接近是多少 这也不到一倍嘛 它是超过一倍 那如果联电呢 联电是几倍 联电是13到50几啊 联电是4倍啊 你空手的话就等财户收水啊 财户收水是什么意思 同样联电13块到52块 人13万并520万 你空手13万 你到现在也是13万 那财户收水嘛 那这个地方呢 我要跟大家谈的观念是什么 军事没有改变嘛 台湾持续成长嘛 IC设计也同样成长嘛 台积电同样成长嘛 主流在这里嘛 那重点是你要选对股票你第一买 不要追嘛 那我对会员的承诺是 我不会带你追价 我只会带你呢 地档去买 让法人来抬轿嘛 因为追价赚的不多 不小心又会赔钱 但是你地档买的话呢 你可以足足的 撞波段嘛 那你像高端疫苗 这个礼拜四成啊 那我说在今年 叫春节嘛 这新年元旦啊 那时候我也跟大家谈 新年花大财 所有的股票 直接摆明了写出来的 全部大戏嘛 新年的时候 12月底 同样在这个地方 很多投资人在观望嘛 为什么观望 涨这么多 这一段没赚到嘛 那这里在观望 大盘在整理 该去的也是又去嘛 重点是选股 重点是选股 还有你要了解法人喜欢什么股票 法人喜欢什么 比如说我一直跟大家谈到的 世界先进啊 他今年配息三块半 他的股价这样算起来 现金值率3% 那这个很明显的呢 高于目前的利率嘛 欧洲是互利率 亚洲是1% 那很多国家呢 是0% 那这个股息就3% 所以这些呢 只要是这一种股票 他有拉回 你就可以买 但是不要去做最佳的动作 那世界先进呢 一路一路的往上走 对不对 资本支出也增加嘛 那你要知道法人喜欢什么股票 还有哪一些股票足底 那第一个 你要买对股票 同时你要红低买 你才有机会 赚到红包嘛 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入会三大红包送给您 下载线02-2752-5868-2752-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不关系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在12月底的时候呢 耶诞节 外资放假了 大盘横盘 就外资来加班了 我那时候一直跟大家提醒什么 因为外资呢 他看到要涨了 所以休假回来加班 对不对 那这些股票呢 他是一路往上走 哪里外资呢 这是新年红包 这是春节红包 这12月底台积电在多少 五百一 下六百五嘛 年花科12月在多少 七百块 下九百块 快接近一千了 这些股票赚钱 你有什么本事 币党买 荒底买 不要追价 这样才能赚到整个波段嘛 这个叫足底向上嘛 那在12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谈的这些股票 农创12月底也是四成 跟现在的那个高端一样嘛 漲停漲停漲停嘛 那四成呢 我们这里实现波段 落袋對不對 艾浦 这里大概三百九四百 六百多 五成一样嘛 实现波段 这都12月底嘛 这12月底说的啊 信心也是往上走嘛 茂联也是往上走嘛 PA族群洪杰科 文茂 对不对 艾浦创五成啊 农创一样嘛 跟高端一样 三支漲停 六天四十二百分 获利落袋嘛 那这是什么 这是新年嘛 新年嘛 新年对不对 红包是首到勤来 事先讲啊 事后印证嘛 那接下来呢 春节啊 上礼拜大碟 我是事先提醒你 这样子又是一个红包 这里布局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续报 公布力多 礼拜四又涨停 再续报对不对 红包在这里嘛 礼拜五 继续涨停啊 三支涨停 法人继续抬轿嘛 那这样子又跟融创一样啊 是不是又超过四成 红包股嘛 能不能赚到钱 一档一档做 到对会员的承诺 我再讲一遍 我只会带会员第一买 绝对不带会员追价 我只会想尽办法 让会员做教 让会员来抬轿 那你要有本事操盘 不是在解盘 口说无凭嘛 我说这个地方呢 想赚钱一定来得及 把握这个机会 春节后呢 这最后起算嘛 最后一天 把握机会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 赚大钱 谢谢大家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阿鸣 阿鸣 每天要讲很多同样的话 珍得大杯冰块呢 蛤 正常冰吗 巨大浴 你会遇到许多怪 卡 百香冬瓜好了 喝吃钱帮我摇一下 到了下班前 总是累昏了 我要两杯 怕吃董事鼓勇蜜茶 甜度 全糖 你看我多甜 乌糖 嚇我呀 全糖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经济短线与颇短操作